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等这些都是在一些在中国在美国的一些开运商业化公司 那么他们都其实非常熟悉怎么样在开运社区里面去运作 而且他们的商业化公司目前运行的也都还比较成功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Apache来运作一个开运商业化的公司 这是行得通的吗 然后我也想通过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去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话题 他不一定他不一定的最终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结论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值得去聊一聊的一个话题 OK 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 其他幻灯片的自我介绍 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和主题有太多的相关性 但是我觉得我的个人介绍和主题还是有比较多的相关性的 首先我是在开运社区里面 我有一顶帽子 就是我是Apache顶级项目APSX的PMC主席 我也是Apache云联系统会的member Kubernetes社区的member 以及Apache孵化器的PMC 所以我在开运社区上面有非常多的标签 对 我也非常熟悉一个开运社区应该怎么运行 同时我也是APS7的这家商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CEO 所以我也完成了从一个developer到一个公司创始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当然我还在适应这样一个角色的转换 所以在这个角色转换当中我也有自己的一些体会 所以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在Apache亚洲大会上和大家去聊一聊 关于商业和开源以及开源文化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pacheAPS6 ApacheAPS6是2019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捐献给Apache云联系统会的 它历时了9个月的时间 从Apache复化器毕业成为了顶级项目 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保持了每个月去发行一个Apache的U-release 对于不熟悉APS6的同学来说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ApacheAPS6就是一个云源生的API网关 我们之所以叫它是云源生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ApacheAPS6里面 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动态和热加载的 从路由、证书、上游到插件 它和传统的NGX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修改一个NGX的配置文件 我们需要修改本地磁盘的配置文件 然后reload服务才能生效 但是APS6不一样 我们在APS6里面去通过REST的API 我们就可以动态实时的来去修改一个配置 APS6有非常完整的生态 我们内置了50多个插件 它们包括类似于身份认证、安全、限流限速、可观测性 等等这样一些插件 同时APS6不仅可以处理像7层的ATTP、ATTP、S流量 也可以处理4层的TCP和UDP的流量 以及像无联网MQTT 以及DoubleGIPC这样的一些4期层的流量 这是APS6大概的技术架构 然后我就在这里不多说了 APS6从写下第一行代码 从2019年的4月份写下第一行代码 到现在也就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但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之内 APS6在全球有了数百家已经上了生产环境的公司 从金融行业的台康人寿Airwallex 到物联网的欧盟数字工厂 以及像NASA这样的一些航天航空的企业 再到互联网公司像新浪微博 像一些公有云厂商腾讯、青云、中国移动等等 他们都是在深度的使用APS6去处理他们的南美项流量 以及他们东西项的流量 聊完了商业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APS6背后的商业化公司 我们是在2019年成立的公司 和很多的这样的开源商业化公司不太一样 很多的开源商业化公司的路径是 我先开源 先在大公司开源了一家 开源了一个开源项目 把这开源项目捐给复化器 毕业 然后呢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商业机会 然后我的团队再从原来的大公司离职出来 创办开源商业化的公司去做商业化 这是绝大部分开源商业化公司的路径 包括Confluent Databricks 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但是呢 和这些公司不一样的呢 APS6是先成立商业公司 然后再写下代码 然后把这个项目捐给了软件基金会 然后从这个软件基金会毕业 然后我们去找融资 然后再走商业化的道路 所以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条路径 很重要一点的是我们在刚开始公司成立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开源是一个非常有价值 而且是可能是唯一能够让我们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因为开源能够让更多的开发者和公司更低的成本 去使用你的开源项目 然后认识到这个开源项目有多好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和很多的员工和很多的公司不一样的呢 我们是从最开始就是远程办公 而且特别是在2020年和2021年疫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是完全是一个remote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在我们的员工分布在全球的三个国家以及12个城市 然后我们看一下 Apache Way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标题是按照Apache Way来运作为公司是不是可行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Apache Way 对于Apache Way来说呢 其实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community over code 社区代语代码 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觉得这个的理解会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家如果对社区代码的这个理解不一样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后面很多的讨论可能就没有那么有意义 社区呢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多样性的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我们觉得才是一个真正友好的一个开源社区 我们先来看多样性 这个多样性呢其实分为很多种 比如说我的贡献者的年龄 它的性别所在的公司以及它分布在全球的国家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多样性的一种体验 这样多样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就是大家的contributor来自于社区非常广泛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背景 第二个多样性呢就是有非常多的公司在使用 就是我的user的多样性 比如说APSX的用户的多样性 它可能是有些是互联网公司 有些是公有云厂商 有些是传统的消传统的金融行业 有些是新兴的消费行业 还有些是物联网的一些行业 或者是科研和大学机构 这样呢它的社区就非常的多样化 这个是多样化 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认为社区很重要一个标准就是公开 在APA期里面呢我们要求所有的讨论 都要求在邮件列表里面公开的去讨论 也就是说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在邮件列表里面出现过 那么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它不存在 对于中国的很多的developer来说呢 大家更喜欢的是在微信 在QQ群 在电话里面 或者是面对面的大家去讨论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东西还形成了一个结论 这个东西并没有去在邮件列表 在GitHub等等这种公开的渠道去讨论过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结论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 那么其他的没有参与到这个讨论的人 就会觉得自己被冷落了 自己没有在这个开发者团队里面 那么慢慢的就会有越来越少的贡献者 愿意参与进来 因为他自己的参与的度和被尊重的这样的一个 东西是不在的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健康的社区呢 首先它是要多样 多样来自于贡献者使用公司 第二个 它的是讨论是公开的 大家是在一个公开透明 然后公平平等的一个基础上面去讨论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说完了社区 我们再说一下代码 代码呢 很多的人认为代码非常动用 比如说像Linux的作者李纳斯就说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不要和我聊 给我看代码 代码最重要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开源社区里面 代码确实很重要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或者我们去看某一个开源项目的话 你会发现 它现在的代码 和一年前和两年前的代码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面目全非的 甚至在底层的架构都不一样 比如说ETCD的V2和它的V3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看API-6的早期的路由的实现 和现在路由的实现 它的架构从底层来说都是不一样 那么我们认为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代码的进化 和这些非常快速的迭代呢 我们认为造成代码的进化和迭代 并不是由一两个非常牛的这样的大神在推动 我们认为是社区在推动 至少从API-6代码的进化来说 我们认为API-6的进化是由社区来推动的 比如说非常多的公司会给我们提 E-SU 提PR 然后呢 或者是给我们觉得应该增加哪些功能 我觉得这种东西对于API-6来说呢 它的意义比你贡献100行代码的意义甚至都要大 因为它给社区指明了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再来看在API-7里面呢 大家实行的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平等 大家虽然实现的是虽然API-7也要求大家是公开 但是公开并不意味着平等 比如说在API-7里面 我贡献了一个代码或者是一个文档 那么我就是一个contributor 我持续的去做贡献呢 得到了社区的认可 我就会被选举成committer 再往后呢我会被选举成PMC的member PMC呢就是项目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然后呢 整个PMC的team还会选一个PMC的chair 负责给API-7的board去做汇报 在这个里面呢 大家其实的权力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进行发版的时候 只有PMC的票才是有效票 贡献者和committer的票是 你可以认为是有情票 它并不是一个有效票 所以呢在API-7里面 大家更信奉的是这种精英的民主 当你的贡献越多 那么你的职责也就会越大 对在API-7里面 我们更多的去聊大家的责任 而不是权利 因为大家都是在义务的给开源社区做贡献 你并不能是因为我是一个PMCchair 我就要求一个PMC一定给我完成这样一个功能 并没有这样的约束 他和商业公司不一样 他没有上下级的约束 大家都是基于热情 基于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奉献 所以你不能要求别人能承诺的东西 一定能够做到 第二个呢是贡献永远不会过期 我知道在很多的有一些基金会里面 如果你一段时间不贡献 你就会降级 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PMC的member 你会被降级成一个committer 或者从committer降级又成为contributor 但是在Apple 7基金会呢 这些贡献永远不会过期的 很少会出现降级 或者是被除名 非常的少 然后在Apple 7位里面呢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所有在邮件列表里面的讨论 至少要持续三天 也就是72个小时 这可以保证呢 全球所有时区的人 也也包括了过周末的时候 他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里面来 比如说24小时的话 那一个在中国 一个在美国 我可能你在呃 发邮件的时候我还在睡觉 然后周末的话呢 可能你发邮件的时候 别人是在两天的周末时间不看邮件 所以呢 我们会定一个三天 也就是72小时的这样一个时间 来一步的去做一个协作 只是在Apple 7里面 我们认为Apple 7位里面几个比较重要 重要的大家能看到的一些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商业公司是什么样子的 商业公司呢 其实和前面我们聊到的 Apple 7基金会的Apple 7位 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最根本的不一样是 大家的 责任是不一样的 Apple 7里面基金会的 所有的参与人 都是 呃你可以认为 他们都是这种 很热心的这种 呃 义工 或者是他们愿意做贡献 但是他并没有约束力 这个基金会呢 更多的是 对整个项目的知识产权 专利等等的来负责 但是商业公司不一样 商业公司是 是以盈利为目的 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所以他要对股东负责 他要对得起股东投入的钱 他也要对客户负责 对得起客户支付的 呃 产品的费用 然后要对员工负责 要对得起员工 在这个公司的一些心情的劳动 所以他是有非常多的责任的 而这些责任都是法律上的责任 另外呢 在商业公司里面 其实是一个竖状管理结构 从CEO CTO CFO CIO等等这种CXO 到下面的manager 再到下面的developer 或者是各个员工 他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竖状的管理结构 而这个管理结构是真的是有权利的 他不像apache人基金会里面 我的ball的成员 他其实并没有 对下面的一个项目的vp 有直接的这种管理上的职责 我可以要求你做什么事情 其实他并没有这种强制力 但是在商业公司里面 他的管理结构是有强制力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执行力 在商业公司里面呢 我们要求大家 会对自己的东西有一个承诺 我说到的事情 其实我就要尽力的去做到它 要客户非常多的困难 在某一个deadline之前 去把这个事情完成掉 或者达到某一个效果 这和开运项目是完全不一样的 开运项目我可以commit一个事情 但是我不一定能够真的去完成掉它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开运社区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开发者 但是在商业公司里面 我们不只有开发者 我们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有产品团队 我们还有运营销售 法务交付人力等等 还有行政 非常多的不同的部门 这些部门要配合起来 才能把整个公司去往前发展 所以呢 这些部门其实就很难按照 类似于开运社区的一种方式 去运营这种销售和法务的部门 我不可能说我在确定一个 法律合同的时候 我还保持一个公开透明和全公司的人来讨论 然后呢我在销售的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说做到我的销售的团队 需要去等72个小时 然后听大家的意见 所以这些很多阿帕奇社区的这种方式 只适合于开发团队 然后在商业公司呢 我们有一些是使用kpi的这种方式 然后有一些呢 互联网公司 他们使用okr的方式 这个呢其实就是本质上都是希望能够做到每一个员工 能够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尽力的去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在开运项目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是并没有非常明确的roadmap的 很多的开运项目甚至没有roadmap 像skywalking 像APSX他根本就没有明确的roadmap 他的roadmap他一年之后长什么样子 是由社区所有人推动他变成这个样子的 而不是被设计出来的 但是在商业公司里面 整个公司的战略是什么 一年之后两年之后 大家的销售的年度的收入是什么 公司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是非常清晰的 如果这个做不到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很成功的商业公司 对这个也是和开运项目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的商业公司也在做这种转型 这种转型有数字化的转型 我从我以前这种线下的销售 线下的产品变成线上的销售和线上的产品 同样的我的开发团队 我的运营销售法务交付人力团队 也在从这种线上的交付变成 从线下的变成线上的 大家也逐渐的开始来适应 怎么来远程的去做整个公司的运作 那么在做远程运作的时候 那么商业公司就可以从开运社区借鉴到非常多的东西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100个人的团队 大家是坐在一起办公的 那么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人的工作状态 然后非常清楚的去做这种沟通 沟通的效率会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我们在疫情的情况下面 整个公司是一个完全remote被打散的 大家没有办法 100个人没有办法坐在一起办公 那么这个时候 我整个公司的运行效率 和整个公司的开发节奏要怎么去控制呢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开运社区就能提供给我们非常多好的一些经验 比如说这是我提看到的一些经验 比如说是公开和透明 在大家线下去办公的时候 公开和透明其实是一个明显存在的 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个东西 甚至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大家在聊一个事情的时候 可能周围所有人都能听得到 那么其实这个信息就已经公开和透明了 但是在远程团队里面 你和别人在聊天的时候 别人并不会注意到你这个点 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把大家一些通过这种电话 通过语音 通过私聊的方式的这种东西 能够放在公开频道里面 这公开频道呢 可能是微信群的全员群 也可能是一个文档的某一个公开的地址 对 然后呢像在APSX里面呢 在APSX背后的商业公司APS7里面 我们还有一个ask me anything的这样一个环节 就是每周我们选一个时间一两个小时 大家互相的提问 可以问任何的问题 以便大家更了解公司在做什么 要做什么 以及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困惑都可以说出来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 在我们商业公司里面 我们还做到一点就是我们的提案和早会是易步化的 这个易步化呢 其实借鉴的就是APSX的一些运作的一些方式 我们希望大家在发起一个会议之前 你要先写好提案 就是这个会议我们要聊什么 要聊的东西的方案是什么 如果没有方案没有大纲 那么就不要着急大家去开会 因为远程的开会其实是很消耗大家的精力和成本的 第二个呢 早会的易步化 早会呢 其实是很多的远程的团队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节目 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花20分钟时间去全员的一个早会 那么怎么提高早会的效率 我们会要求大家先大概的吧 昨天做了什么 今天要做什么 需要什么别人帮助的事情先写下 那么大家就可以在早会之前就可以互相评论 在早会的时候呢 我们只把大家觉得有疑问的有意义的一些点给拿出来去讨论 所以效率就会非常的高 然后最后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技术方案要从社区中来到社区中去 不要去自己去拍脑袋想一个技术方案 对于商业公司其实也是一样的 商业公司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也是社区用户中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社区的用户从来没有提过 那么可能是你的方案有问题 或者是说你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我们希望对于开源商业公司来说 要紧紧的跟着开源的用户 不要脱离了开源的用户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然后呢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其实Apache位是开源项目成功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社区大于代码 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领悟到什么是社区 什么是代码 为什么社区大于代码 我们深刻领悟到这一点 我们的开源项目就成功的积极会非常的大 但是呢我们要也要意识到另外一点 就是商业公司的运作的法则 他可以借鉴开源项目的东西 但是他不能照搬开源项目的东西 因为大家的目标 大家的愿景 以及大家协助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呢 公司要避免社区化的运营 同样社区也要避免公司化的运营 比如说社区里面我们能够公开的讨论 而不是商业公司内部的几个人就拍一个方案 在社区里面呢 我们更能够鼓励大家去做一个事情 而不是用一个Deadline去 要求大家去完成这样一个事情 对于开源商业公司来说呢 经常会搞混社区和公司 你的社区不能商业化 社区不能公司化 公司也不能社区化 不然的话呢 两边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OK 然后这是我在开源社区 在商业公司里面的这样一些讨论 它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也许过了一年之后 我现在的思考和现在的思考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欢迎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们可以持续的保持沟通和交流 好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